大家好 我們研華科技最近跟交通大學合作 所推出的這個產學博士 精英博士 這個活動它的起源 是因為我們已經跟教大合作的一年多的 我們叫做IoT Lab 這個是研華跟教大我們有一個比較強的決心 要把這個物聯網 這個未來會有大番的產業 希望在台灣還有華人這個世界裡面 來幫我們取得幾個將來產業的世界盃的金牌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過去是PC王國 我們是電子產業的王國 那未來物聯網研華跟教大合作的IoT Lab 希望來帶動我們台灣再得幾面世界金牌 也就是產業的領導的地位 這是這樣一個思維下我們成立的IoT Lab 這個Lab研華一年投入大概2000多萬的經費來支持 政府也支持非常多 好 那這個概念要成功 我們有幾個重要的說法 第一個是長期投入 長期 我們是一下子community 就是五年以上 長期投入跟產業有連結的Lab 這個Lab是長期的 不是說兩年三年 就是長期的 第二個 我們跟教大的合作是得到張校長 還有我們教大的電機系院長 主任等等 還有我們的教務長等等的高層的支持 那我們有很多教授經過很多討論以後 是committed在這個Lab裡面 所以是一個長期學校跟企業充分committed的一個 這麼IoT Lab 這樣子 好 那我認為這個Lab要成功了 除了研華的投入 較大投入以外呢 這個我們認為要從人才的根本養成做起 這非常重要 因為真正成功的觀念 還是年輕一半的人才投入這個產業 所以我們怎麼長期投入呢 我們研華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想做的是 研華這邊做的就是說 我們會邀請很多人才來甄選 我們選最優秀 我們叫做A plus A plus就是說只選最優秀的人才 來投入這個program 那我們對這個program加入的年輕同仁呢 我們給予 第一個是 首先可能在初期的時候 就加入研華的這個工讀 可能是屬期工讀 第二個呢 我們會很用心的 跟教大教授 跟我們的事業部主管 一起做人才的徵選 所以我們是選精英 是選精英 然後最後呢 我們選出來的同學呢 加入博士班以後呢 是我們會投入跟產業相關的研究主題 也就是說 進入這個產學精英的博士同學呢 他不是只做學術研究 是會focus在產業相關的 那經過幾年以後 得到博士學位以後呢 我們研華會來邀請加入我們內部或外部的事業的養成 並不是說你畢業就另外找工作 不是這樣 當然你有自由 沒有強迫 但是我們的企圖是養成物聯網領域的事業的領導人才 然後研華呢 自己會來邀請加入 如果您發現你的實驗室的成果是適合外部創業 我們也會支持參加投資 所以加入這個活動的同仁呢 事實上是走一個創新創業的一個快速道路 是這樣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挑戰的 那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人才是A plus人才呢 為什麼我鼓勵目前在學 或是甚至在就業的年輕人來加入這個活動呢 我認為這個活動是非常exciting 非常有前途的 首先呢 幾個理由 一個是IoT是一個絕對是未來10年 15年的未來產業 第二個呢 它這個產業有非常多的創新的機會 那另外我們的政府 政府 最近我跟很多政府高層有一些接觸 政府對這個台灣提倡物聯網 包括大陸政府也一樣 就是有極大的決心跟熱潛 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博士班呢 不是一般的這個指令博士這樣子 而是一個領導人才的培育 就是事業領導領導的培育 所以我們從入學開始 我們整個的研究主題包含工讀包含等等 都是培養A plus的事業人才 我講比較激烈一點就是說 培養您成為未來物聯網的賈博士 這種概念 對於投入這個產業的同學呢 我們研華科技也會贊助這個獎學金 那我們政府 教育部 科技部都有贊助獎學金 據我所知呢 每年的獎學金可能會達到大概是50萬台幣 也就是說你念博士 投入這個培養 那你的生活會其實也都 我們都幫你take care 是這樣子 那最後我想跟各位同學提一下 就是我們很歡迎跨領域人才來加入這個活動 當然我們這是一個電機 好像是電機的概念 但是我們很歡迎將來跨領域 譬如說在醫療工程 環保 農業 節能 那當然是工業4.0 工廠 工業工程等等 甚至是零售 物流 這方面的學科的同學 雖然你不是電機系 不是資訊系 也歡迎參加 因為我們認為在物聯網時代 跨領域人才 反而是最珍貴的 所以我就跟各位報告到這裡 那歡迎各位同學來投入我們這個活動 那我們會邀請您到我們研華的園區來參觀 如果您入選 我們會全力來培育你成為我們物聯網 我們未來的領導人才 謝謝大家